我们知道凉拌洋芋片的做法有非常多 但靠一个小小的凉拌洋芋片 能做到整个城市美食名片的 几乎没有 但重庆大祖有一家小店 就靠一个小小的洋芋片 从招牌做成的名片 三十多年来 从小孩到老人 每天排的长队等吃 调料非常简单 但味道绝对惊艳 今天教你用三分钟 做一道这样的洋芋片 记住千万别在学校门口摆个摊 不然你的坍坍都会挤爆 男生也千万别做个女生吃 那样会被你完全俘虏 话不多讲 先切土豆 土豆要喜欢那种脆土豆 我们改刀切成硬币厚度的薄片后 用水泡一下 去除表面的淀粉 下来锅中水烧开后 倒入土豆焯水60秒 快速捞出到滤盘中控水 一定记得不要去过凉水 要自然摊开放凉 等不及要吃的 就用扇子扇凉 家里条件好的 就用电风扇来吹 我之前一直给大家讲 煮蔬菜尽量不要去过凉水 一味追求脆爽 反而印象口感 这家店的做法也不过凉水 现在大多土豆片的做法 基本上都用了很多的调料和配料进去 多少有点滑而不实 这家店只用了两种调料 其他一个不用 蜜汁辣椒油和蒜泥 没有酱油 没有醋 没有葱 没有葱 没有糖 甚至连花椒都没有 因为这道菜的核心就是突出香辣味 最核心的蜜汁辣椒油 就是以油炒糊香后的胡辣椒为主 再加上特殊工艺加工而成 当然这是核心技术 没有人能得到 但是上次教大家做的胡辣椒壳辣椒油 一定还记得 虽然和别人的核心辣椒油会有区别 但你只要按照做法来做 做给家人 做给女朋友 或者摆个特色摊 完全足够了 另外大蒜一定要用石旧冲成蒜泥来用 不要总切成蒜末 那样没人吃 下来就来调个最简单 美味到极致的调料 在洋芋片上浇上两大勺火辣椒和油 放上蒜泥 盐和一点爱放不放的味精 用手抓匀摆盘就吃 其他调料配菜通通建议不佳 这样一道看似非常普通的洋芋片 毫不夸张碾压你之前所有的做法 美食并不是越复杂越好 简单美味才会更受人喜欢 如果喜欢这道洋芋片 再配上这样详细的做法讲解 您愿意为它点个赞吗 感谢关注 我是南希 一个爱做饭的男人